冷凍場旁的空地突然穿出濃濃黑煙 消防員到場不水線準備灌救 大火一發不可收拾 黑煙直沖天際 就連一公里外都能看得到 可見燻燒相當嚴重 就是一些廢料廢鐵 怎樣整理 二十幾分中田 我問他 他在說 灰再噴下來 看會比較有煙 平常都沒有在用 之前已經燒過一次要廢棄很久了 近期這兩天屋頂又在拆 一些廢棄物丟在那邊 不知道什麼原因發生火災了 起火地點在中正路冷凍場旁的空地 現場堆放大批的泡棉 垃圾等雜物 十四號上午九點多 工人進行大樓鐵欄杆拆除作業 儀式火苗引燃成堆的泡棉等 依然物品 讓火勢迅速延燒 空地它有堆積了一些 拆除的廢棄物 裡面夾到有泡棉 所以泡棉產生大量的濃煙 那一方面也會影響住戶 那二方面空氣會做污染 那我們決定的部分是用強攻的方式 那個在我方的人員安全上 我們總共除了四線 四線的泡沫的水線 那轉成了八線的部分 那極力的壓制 那避免造成工具污染 因為中正區的是主要的交通幹道 這部分我們也是要保持它的安全 那附近的民眾也是防止那個混到二臭味 那我們總共出了16輛的消防車輛 各式消防車輛 那人員預消的部分 將近40位來搶救 現場有遺留的相關的工具 那我們有可能是在施工不慎 引燃的那個泡棉 因為它是那個一個是保溫的 鐵皮加保溫層 那堆積在旁邊 那我們研判是大量的泡棉 那我們後續的部分 現在已經那個局限火勢 那後面的火勢控制 消防局觸動三個分隊 十四車40人前往灌救 現場飄散出濃濃的有毒氣體 讓民眾紛紛走壁 索性大火一個小時內受到控制 沒有波及到鄰近的廠房 火警飄散出濃濃黑煙 也一度影響到中正路的交通 至於火警發生原因 能有帶監視小組進一步調查 記者 廣少民 金融報導 頭出濃ough 心中一路 火警 炸撫 火警 火警